這可以說嗎 我今天來剪頭髮 是因為我有一個喜歡很久的男生 我們相處的時候 他常常打動我 我記得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他就邀請我去他們家展覽 那時候我第一直覺 我這種想說 是個海王 可能我前面已經帶過八隻女生進來過了 一直到第二年我也被邀請 我才很後知後覺發現說 原來我是唯一一個被邀請的女生 然後我們就這樣錯過了 我覺得這可能也跟我的生長環境有關吧 就是其實我是一個在否定教育中長大的孩子 有可能是因為媽媽太厲害了 因為我們家是媽媽在做生意的 然後我自己是職業設計師 我覺得好像從小到大 不管我在我這個領域中 就是得到了多好的成績 或是取得了多厲害的獎項 媽媽好像都很少說 就是給我鼓勵啊或是稱讚 這就讓我一直覺得 我好像是一個 沒有好到足以讓人喜歡的人 所以我今天來是想要剪掉那個不自信的自己